哈喽大家好 我是大手两哥 北京时间9月25日 在日本刚刚结束了一场拳击较量 是由拳王梅威射对阵日本选手招昌未来的比赛 这个梅威射想必大伙也不会默设 梅威射职业生涯已经取得了50战50胜的不败战绩 现在的梅威射已经45岁了 而这个招昌未来现在你才只有30岁 招昌未来也是日本MMA第一了 赛前招昌未来的战绩为19战16胜 在拳击规则下 梅威射会用怎样的方式来结束比赛呢 接下来我们就来一起欣赏精彩画面 而一致就在前几年 梅威射就成第一次来到日本打表演赛 结果一个回合就kill了日本神童纳区穿天心 那场比赛也让梅威射大赚了一笔 而本场比赛 梅威射将拿到最高2000万美元的奖金 赛前发生了很尴尬的一幕 日本主办方在送花环节 竟然将送给梅威射的鲜花直接扔在了底上 这也让梅威射尴尬不已 比赛跟着 然后赛昌未来先是以中拳击斐斧先换制了 刚开局梅威射显得有点慢热 而后赛昌未来以后手拳将梅威射打退了好几步 紧接着梅威射再次残召赛昌未来以中拳击斐斧爆炸 接下来赛昌未来以前手拳将梅威射再次打退了好几步 然后只见赛昌未来马上以组合拳中击了梅威射的头部 不过梅威射也好不失落 马上以中拳击斧还颜色 结果赛昌未来竟开始贪手来挑衅梅威射 而后双方马上进了击叠偶又收门对拼 紧接着梅威射似乎开始认真起来 以中拳击斧再次中击对手 结果被再次中击了赛昌未来 又开始贪手来挑衅梅威射 这次梅威射猛冲上去就是以中拳教训对手 不过赛昌未来还是有两战子的 马上以组合拳打了回去 首回合结束后 自以为占三分的赛昌未来竟开始对梅威射 自压咧嘴来继续挑衅梅威射 第二回合开始后 双方奥华不说马上进行了修门对拼 不过梅威射还是挨了赛昌未来不少中击 接下来梅威射马上以后手拳回击赛昌未来 而后再面对梅威射的强大气场 这一让赛昌未来被渐渐逼到了维生角落 紧接着赛昌未来 惨双方梅威射以重拳中击了面波 接下来双方再次开启了护兵模式 真口威射忽不相烂 不过似乎早已进入了梅威射的节奏当中 最终梅威射抓住机会 一具松满的后手拳直接KO对手赢下了比赛 赛昌未来也被梅威射这一拳直接打飞打门了 裁判也马上飞双较停了比赛 全场比赛下来 在面对对手的多次挑衅 布鲁的梅威射爆发 经营用时不到两个回合的时间 就让对手打飞KO了 可见梅威射的状态有多么好 梅威射也成功拿走了 折合人民币1.4亿元的奖金 好了本期视频就到这了 看下梅威射司 有我大手的想办 我们下期再会